馬上來聚焦白宮新的財政年度預算 現在加入我們的是 美國之音白宮記者黃耀映 耀映首先請教您 這白宮新的財政年度預算中就包含了 國務院提出要給台灣的1億的軍事融資 能夠請您跟我們說明一下這個內容嗎 在美國白宮在3月11號 對國會提交了2025年財政年度的這個預算 那麼當中包括國防還有外交部分 都會與台灣相關的部分 那麼白宮聲明當中也特別點出了 這項預算在應對全球挑戰 並且捍衛民主方面 要在世界舞台上贏過中國 那麼就包括在2025財年 編列了99億美元 要來成立太平洋威懾倡議 要來加強美軍的態勢 各項的戰備 還有提升美國印太地區盟友的軍力 來因應中國構成的威脅 此外拜登政府也將透過所謂的總統撥款權 授權把美國國防部的庫存 來移轉到這個台灣國防部的庫存 那麼預算當中也編列了5億美元 來補充轉移出去的這個包括彈藥武器還有裝備等等 此外美國國務院也在首次在財政年度的預算當中 編列了1億美元的經費 來協助台灣強化防衛能力以維護台海和平穩定 那國務院是說這是一個歷史性的投資 是首次在預算當中 單獨列出台灣 那麼這是為了要來展現對於台灣安全的承諾 那麼其中也包括了一項新的雙邊外國軍售融資計劃 要用來在台灣海峽加強威懾 並且維持和平穩定 而我們在這個美國的庫存預算當中 除了對台灣的軍員之外 還包括要來嚇阻中華人民共和國 對於美國美軍以及盟友來發動襲擊 並且要加強透過聯合演習來提升整體的戰備 那麼也知呢拜登政府是多次的已經公開表示了 中國是美國在21世紀最大的挑戰 我們接著看到這個美國眾議院 以壓腦性的票數通過了TikTok的禁用法案 而拜登總統跟川普對這個案子是持相反的意見 詳細情況是如何呢 美國國會的眾議院在3月13號通過了一項法案 叫做保護美國人免受外國對手控制應用城市侵害法 當中要求TikTok必須要在6個月之內 來與他的中國母公司字節跳動玻璃 否則的話呢必須要從各大平台下架 那包括了這個美國白宮的國安顧問蘇利文 還有這個美國國會的眾議院的前議長 這個裴洛西呢都公開表示 這並不是一個TikTok禁令 而是攸關於說美國人重要的敏感資料 到底是掌握在中國手中還是美國手中 美國的前財政部長 Steve Mnuchin在3月14號上這個MSNBC節目上的時候表示說呢 他有興趣來收購TikTok 並且已經募集了一群的投資人 但是他不願意透露更多的細節 那對此呢白宮國家安全溝通顧問 John Kirby在14號上午的媒體檢報上表示呢 他不清楚這個Mnuchin想要收購的事情 但是他要強調這個法案呢並非是涉及 憲法第一修正案的言論自由 而是關於中國所有權要從這個TikTok來剝離出來 這個才是國家安全考量的部分 那當然知道中國政府是批評了這項法案了 不過這個美國駐中國大使Nikolas Burns 則是反駁 他說呢北京用在中國被禁止的X社群平台 來抱怨美國對TikTok的擔憂 實在是諷刺 那我們知道這個法案呢在眾議院通過之後 接下來要送到參議院來進行審議 那麼也通過之後呢才會送到白宮 那拜登總統已經表示了 只要國會通過他就會簽署 但是呢現在看起來這個法案在參議院當中 還是有些變數喔 除了參議院的多數黨領袖 還有民主黨的Chuck Schumer他的態度是有點模糊之外呢 共和黨方面包括像是Ron Paul 還有這個Mike Lee等參議員都已經表示反對了 而現在正在競選2024總統大選呢 這個前總統川普已經公開表示是反對禁止TikTok 他說呢這樣子只會讓Facebook更受到歡迎 而他的態度呢現在已經影響到某些共和黨的議員了 包括像是這個共和黨籍的參議員Lindsey Graham 他就表示說呢他現在對這項法案的態度是 非常兩難 此外呢這個川普的盟友同時 也是幫共和黨操盤的這個人叫做Alex Brusewitz 他就告訴網路媒體Asios說 他說MAGA也就是讓美國再度偉大 這樣子的一個內容呢 在TikTok上其實是很受到歡迎的 那麼根據Asios的報導說呢 有川普的言論的這些短影音呢 在TikTok上擁有數百萬甚至是數千萬的流量 此外呢這個媒體Politico也發現一位支持川普的富豪 同時呢當時甲骨文公司的創辦人 還有甲骨文公司當時的執行長呢 兩人對川普都進行了巨額的政治獻金 那麼也知道最終最後呢 TikTok是把他在美國境內雲端服務的業務 就交給了甲骨文公司 所以呢我們現在看起來這個 最後這個法案呢 能不能導致TikTok從自己的跳動玻璃 或甚至可能在美國境內受到禁止使用呢 恐怕背後帶來很多複雜的變數